來看這個台中大間的觀音 有一個小群的邊 大家讓人檢舉說是有意見 今年這個市府已經用威力 給他放開 想不到說 這陣子這個完蛋 自己有客這麼多 大家都綜藝在那裡 泡地開港 安全是問題 大家最初來泡地很早 現場還有飲水機 讓民眾自己裡面水 不過現在很看 一位都有威力 市府要再插一支 危險區域 禁止禁止的牌子 這是台東大間的報道 真面目的景點觀音庭 庭頭前的休息庫平台 因為當年來有幫忙 太不避險 但是我等自己機閃 有民眾疑似自己走進去泡地 對對對 會有風險 大客觀音庭平台 原本是幾年 已經有熱心的 山洋共同行見 年代很久 加上九里 抵抗後的影響 之前暫停 恐懼基本是違憲 一百三十元的工程 連一支條件也沒有 是在地下 使用十八支更共渡掉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市府去年直接 放肥不還要讓人進去 不想要疫情改風 以後民眾走進去泡地 國庭要來加強順測 建設局表示 大客觀音庭平台 經過泡頂有避險 帶到已經方便 雖然屬於西港當中的工庫 但是現在對民眾走進去 只會當庫庫無法開發 觀音庭目前 當庫庫的設計 比我們的減固安全 和空間的利用 記者今年就來西港 記者台東部